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控偏向驾驶员比起传统的梯子型风格科技感更强 安全性更高 而配置上宝莱比起麦腾多了定速巡航 主动刹车 座椅加热自动空调 多功能方向盘 腰部支撑 电动天窗 倒车影像 无钥匙进入等功能 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舒适性来说 全新宝莱无疑要更胜一筹 唯一不足的是全新宝莱是非独立悬架 这倒会为麦腾加分不少 虽然配置上赶不上宝莱高配 但麦腾的用料却是很低道 乘坐空间也体现出了B级车的优势 尾箱的容纳量更大 出行更省心 动力方面 两个车都搭载1.4T发动机和7速DSG变速箱 提供最大输出功率110千瓦 最大扭矩250牛米 综上所述 宝莱的配置更加丰富 但选择麦腾如果后期加装 相信也不会太差 就看你愿意折腾步